小文脸说魔术争霸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凡 今天是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魔术争霸的较量 首先看一下两位选手是出生在了AR 最后的避难所张地图 左下方一家蓝色的亡灵选手 就是林呱呱啊 这边看一下呱呱的开局 挺正规的 挺正规的啊 因为就知道林呱呱有时候会玩非主流 那呱呱其实主流也很厉害啊 那看一下地图右上方 一家红色人猪选手 ID名字是一串英文 那对手的话 首发英雄选择大法师 也是常规开局 那呱呱呢 这边首发英雄呢 是选择了DK 死亡骑士 开局呢 也是拉了一个士森 出去做侦查啊 看看对手到底在干啥 要看一下对手会不会直接电大点 或者直接开框 那林呱呱这么常规的开局不多见 一般林呱呱的亡灵英雄首发 恐惧魔王最多 然后呢 要么就中灵英雄了 选择DK首发 不多见 真的不多见啊 来看看这样比赛林呱到底会怎么打 赤森呢 已经在12点钟位置的公平营地 等着了 等着对手来 可能是 那DK呢 也是马上出来 看看这一波呢 会不会直接去抓一下对手练子 那对手呢 先练家门口的小点啊 没有直接练大点 这边呢 对手也拉了个富特曼来侦查了 刮刮家里呢 有四条小狗 所以这个富特曼应该也拉不到什么好处 关键呢 DK这一波呢 直接出去了 林呱呱呢 也是已经侦查到对手在第一个小点 就说 诶 科技这么快啊 也不是说科技蜘蛛流啊 就是直接剩二本 那DK呢 要不要等一等 偷死一波 这小动物的话 招两个骷髅 大法师呢 来了 那见面一发C 先给大法师 告诉大法师啊 敲山正虎 你不要练子了 你要练子我就打你 那这样对手 现在是准备练分框的 这一手感觉也不怎么好练 毕竟林呱呱 这么早就来了 那这边呢 这四身呢 还在晃 这小猪没有被打掉 否则还能招两个骷髅 对手这波练子 我觉得可能要出问题啊 首先呢 野怪可能会被抢 其次呢 自己的农民搞不好呢 可能要死好几个 DK发C 没抢到这个怪 有点可思 这一波呢 林呱失误了 那这边呢 这一下 终于抢到了 终于抢到了啊 大法师呢 也到两次的 应该是点掉一个 骷髅大的 这边林呱呢 继续点一下对手农民 所以说这一波 对手练的是真的亏 虽然大法师 把DK的蓝内也打残了 但对林呱来说 肯定是赚的呀 这呢 有机会再招两个骷髅 再招两个 然后呢 点一下农民 C呢 这一发留着 应该是准备 要抢这个蓝胖子 对手呢 再敲三个民兵来 这波练的是真的亏 那将两个骷髅呢 继续补刀 这边呢 DK的C 哎 DKDK绕过来 DKDK在哪里 DK说我来了 一发C 这一手抢到了 漂亮 这样子 对手大法师 打了个加速手套 而林呱呱这边呢 是抢了几个怪 打掉几个农民 DK也到两只了 呱呱呢 还没有走远 继续留在这 还要上去招骷髅 又有小心点 这波算了吧 这波算了 这两个骷髅作用不大的 很快要被对手打掉 很快要被对手打掉的 没啥大作用啊 那这边呢 继续点一下农民 一个农民又倒了 那这样子的话 快看一下 DK现在 诶 二本 生完周要买 二番英雄啦 中令英雄了 DK配什么 配神渊啊 DK肯定配神渊的啊 配游侧也可以 在游侧这种的 比较常规的剧里面 那非主流举就是神渊 我来自黑暗的神渊 否则灵光光这场比赛 这么快科技就没有必要了 那接下去的话 就是给神渊灵主练几了 那目前人组的分框呢 也在开 那这波人组损失是比较大的啊 前期敲了很多的民兵过去的 那灵光呢 拉着小狗 让神渊的速度练一下 地精闲事 DK呢 可以过来 也帮忙练一下 顺便呢 可以加一发C 那这样子这边呢 速度练掉 自己呢 身分裂攻击啊 也是比较好练的 现在还是给小狗 先让小狗扛住 那这边看一下 打了个重生 这个装备呢 也可以卖啊 用一下仪式匕首先给自己的部队回点血 这时候呢 大法师带着三个分队们是要抓过来吗 分框好了 想来反压制一波 对瓜瓜来说也无所谓啊 来就来 打就打 这边灵光呢 应该还是准备想去炼几 对手呢 大法师带着分队们呢 也来了 那看一下这一波 瓜瓜是先炼分框啊 可能要先开框 那大法师呢 就带着三个分队们 其实给到灵光的压力并不大 瓜瓜呢 这边直接就炼几 放矿盖子 敌K呢 可以回去的 其实 敌K可以回去一下 那这边的尸僧补个刀 哎 这分队们没补上 这尸僧呢 被堵在外围 进不去 哎 没人打这个尸僧吗 啊 那他回去了 对手呢 还在点这根塔 那灵光呢 右下角 这个分框 已经是练完了 那现在呢 主力部队 可以往 自己的主机地区 守一波 难道不要 不守家吗 灵光还想练几啊 三级DK 两级圣月灵主了 圣月灵又打了个家务爪 那这一波回去 要守一守的 对手分队满 其实没那么多啊 还是挺好守的 DK发C给小狗 那这条狗都没了 对手呢 应该是要考虑回城的 灵光最好呢 先点掉负德满 再打打法师 否则这一波 让对手全跑 全回城走完 灵光也不甘心啊 先点几个负德满和水燃 那没办法 负德满躲在里面 用小狗去点 那这样对手回城了 这一波呢 刮刮还是要抓点谁去练子 这样呢 三本科技 暂时没有升 因为师生要补的 一升升完之后 师生补不了 这一波灵光就比较亏了啊 那这样再买一组骷髅帮 准备呢 出去继续练子 就两个英雄 带着一波骷髅去练 小狗呢 在家里发点幕 而对手呢 目前看一下 家里的二本科技呢 也是在身啊 双矿用作 但刮刮呢 好在疯狂呢 也是快开好了 你有双矿 我有双矿 那这里呢 看一下 深月灵主和DK呢 继续练一下 左边的商店啊 脸刮刮呢 还是比较注重练子的 速度要把自己的两个英雄 等几点上去 这边呢 是把这里的野怪 打到一下了 好像 打疼了 DK呢 打了本野兽卷轴 再来一个敏捷之初 可以吃啊 可以吃 这个敏捷之初 还是挺有用的 它是增加一个 护甲 然后呢 提高攻击速度 如果你是敏捷型英雄呢 还能增加一点的攻击 一点敏捷 换一点攻击啊 那这边的灵瓜 在练右侧的商店 对手大法师呢 虽然还在骚扰 但是这个力度的话 对灵瓜来说无所谓 隔血骚痒啊 没啥感觉的呀 你招个雪人就招个雪人啦 对手也感觉到有点无趣 这是假的 说错了 这是假的 就算真的也无所谓 灵瓜呢 把右侧的商店呢 又练完了 这边呢 是两本野兽卷手 灵瓜呢 都没有去卖掉嘛 卖一本 留一本就可以的呀 灵瓜手 我也不差钱 那这样 这一波正面要打 哦呦 灵瓜瓜 这么多骷髅 关键有这个 深渊领主在啊 对手这一波 正面是打不了的 统俱好 叫先一用 对手呢 发音血MK的还在出 那这边呢 过来打水人了 这三级深渊领主啊 攻击虽然没那么高 但是打一下 还是挺疼的 DK发音呢 先点掉一个福德满 这边呢 还有一个水人 没点掉 结果呢 看一下 瓜瓜准备去哪了 那DK呢 再追死一个福德满 过来呢 也是去到了 人组的主机地 看一眼 看看对手 在家里造啥啊 准备出师救了 可能要 那这边呢 深渊领主 正面继续 再打一波 虽然有MK在 深渊收窝也不怕 看一下 零瓜架里 目前三门科技也在深 放下第二个地穴 疯狂这边的问题 应该也不大啊 造基地 有两根塔 感觉对瓜瓜来说呢 应该盖练级 还是要练一下的 张图上的练级点位 还是非常多的 抓紧时间去练一练 给自己两个英雄 等级装备 再提升一下 一会儿打团战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样子对手呢 目前也是在练 自己家门口的 低筋实验室了 这边呢 是打了一个魔法石 这边呢 已经是快到四级的DK 准备呢 再把右下方的 这个七级黑胖子练了 这里对深渊领主来说 最好能打个 攻击之爪加死啊 深渊的其实 对属性装要求到 没这么高 因为他是力量型英雄 血量本来就很高 深渊最好的 还是直接输出装 一分米结束 这边的黑胖子 火力还挺猛的 关切波的练得有点伤啊 小狗 别一个冲击波死两条啊 一条小狗没了 冲击波还好 这个情况不还晃了 这个点啊 平时用非主流练练 感觉挺轻松的 实际你正面练的 这话真的挺累的 嗜血心灵火 这不是说一般人能扛的 那这边呢 打了个DK光环 没啥用 你看灵瓜这波 练得很伤啊 好在呢 快要练完了 对手这时候呢 也抓过来 那将灵瓜直接回城 锤子不要给了 锤子不要给了 给了就可能回城躲锤 那这波呢 灵瓜也是回到了 自己的主基地 加点开始 转点蜘蛛 蜘蛛配深渊领主加DK 这边呢 DK蓝品要继续买 现在灵瓜呢 应该还是要考虑先去炼击啊 对手来进攻 这波作用其实也真不大 就这么三个分 卖两个英雄 一个水人 能干啥呢 啥也干不了 那灵瓜呢 索性就连家门口的 固人变营地了 DK光环呢 肯定要卖 深渊呢 感觉可以一会儿 三本身玩 配个拂球啊 拂球神员 还是有点作用呢 这边呢 是让深渊领主单练 单练法快 我感觉啊 升级也快 打了个暴风熊十号角 那这时候呢 对手也是在左上角 练这个机器黑胖子 我会这里出加十二爪 这里要出个加十二爪 灵瓜要苦力啊 自己打个DK光环 这里能出十二爪 找谁说离去啊 那这边的圣光照大法斯 对手能敲民兵 灵瓜呢 也是出了阴影 做好侦察 这里呢 也是个DK光环 那这样对灵瓜来说 也不会一难平了啊 没问题了 这样呢 放足就省电 这波瓜瓜 要用什么战术来打 那深渊领主呢 已经两个爪 一个斧球了 攻击呢 也是已经到了 六十六弓了 这波对瓜瓜来讲的话 可以跟对手打正面了 哪怕你三英雄 都在也无所谓 你深渊的输出的话 对手是真扛不住啊 真的扛不住 哎呦 你看这深渊领主 那DK呢 野兽卷轴一点 哇 这深渊已经是七十八弓了 一发Z 帕拉丁必难回去 但这边人组的矿 肯定是不能开的 哦呦 这一道下去 五个农民 马上散开 否则要死完 这样子对瓜瓜来讲 现在正面是绝对有优势的 对手呢 可能要转点空中部队来打 出法师部队 没用的呀 什么小炮什么啥都没用啊 在这样子深渊领主面前的话 来谁都一样地面单位 磨面不磨面都行 又一个爪子啊 那这样鞋子不要了 鞋子不要 深渊领主拿了三爪 一加速手套 一头缓 一个辅球 这个装备呢非常好 哎呀 这波人主要毁城了 还在练职 结果那灵瓜就抓过来了 这关打 灵瓜不用管 这关打对 红拳好像其实都不用 多打一下试一下 MK脚地板无所谓 这边说实话 MK自己扛不住 DK能往外走 身上有回尘 MK想锤吗 DK已经拉开距离 那将对手也只能撤 大法师躲在里面干啥呢 DK又回头了 灵瓜这一波呢 是不是准备要回尘 小心被锤加圣光 秒了这边的DK啊 好在对手锤了是锤了 但圣光没给 灵瓜这恐惧好战的 其实有时候也不用 非要给啊 有时候多打两下 可能也不错 那这边的DK让 深渊领主浪一下 已经到五了 让DK担念这个点 这样子DK呢 也快到五值 但这个距离感觉 没让开啊 DK这笔经验拿的也不多 那灵瓜呢 右下方的风框呢 也是已经开好 目前的三框运作 家里呢 看一下出南屋 通灵室啊 蜘蛛也在补 三边迎出蜘蛛 然后呢 一会儿应该是给 深渊领主加邪恶狂热 这样这个深渊领主 这加速手套 要不要也无所谓了 只要有邪恶狂热在啊 深渊的整个攻速 非常的快的 DK呢可以自己再买个斧球 双斧球 那灵瓜呢 这一波在家里先防守一下 地图上的点呢 右下角还有个 指甲海龟 其他的点呢 练得也都差不多了 这波呢 呱呱暂时先不上 那这样子 人族呢 这时候去右下角看一眼 发现灵瓜的疯狂也在 呱呱呢 这波有灰尘的 所以也不怕 对手出骑士啊 出啥都没用啊 地面单位 真的啊 对手不应该出地面单位 但出空中单位也不行啊 这时候灵瓜的女妖也在出了啊 对手骑士 见到女妖 那就被占据了 这样人族 现在跟灵瓜 根本就正面打不了 没法打 可能见面就要跑 那光光呢 现在是五级的神灵领主 四级的DK 这边的灵瓜也是拉了三条狗过去 准备呢 可能去对手的疯狂看一眼 对手呢 这时候确实在转石鸠了 那这样子转石鸠的话 对灵瓜挂来说也没关系 猪往生完 把对手的石鸠给往下来 一样打 进光一闪 DK终于到五 你看这神员 反魔法护盾 加上邪恶狂热 神员说我来了 打就打 谁怕谁 感觉这恐惧好像真的是有点影响 神员的整个输出啊 哇 这边这攻速 这攻速 这攻速不行啊 一刀四百了 接近 哇 这一波帕拉丁也要死 哦 这个输出啊 三爪神员领主 这波其实是要死完了呀 避难都没用 来不及的 那这样子 这队人组来说打不了了 这波应该要回城 这边帕拉丁不要死了 哎呀一发C直接没了 这时候人组应该也清醒的认识到 打不过了 怎么办 74攻的这个深渊领主 DK呢 还有一本野兽卷 都没有用 再用一下呢 25%攻击 能加到81攻左右 5G的DK 5G的深渊 那对手呢 现在骑士不要出了 施咎呢 可以出 但是呢 要注意点 不要被蜘蛛大量往下 那灵瓜呢 这时候买了一本团补 深渊领主呢 准备要上了 74攻的深渊领主 一块就要80多攻了 冲进去点农民 这不是欺负农民吗 5G 三刀 两个农民没了 深渊说来几个都一样啊 来几个都是三刀 信不信 我信来了 一刀 两刀 三刀 哎呀三刀不行 这波农民在采矿 好像分裂攻击打的效果并不好啊 那这样对手不得不回来 灵瓜的深渊领主呢 也是马上出来准备打这波团 往下一只石灸 瓜瓜可以打输出了 恐惧好叫给不给 先不是重要啊 重要的先打 先打 这波石灸其实也可以的 深渊领主这输出 哎呀 其实根本就扛不住啊 哎呦 这波其实要死完了 灵瓜的女儿也没有占据啊 你看 这也是有伤害的 只要是往下来 好像也是有分裂攻击 哎呀 不要打空中的 不要打空中的 打地面的 对打地面的 打地面的 你看 这波石灸 哎呀 随便继续往 这样打这一只 打这一只 你看 都有伤害的啊 只要往下来 分裂攻击一样 那这样子 深渊到六级 敌K到六级 对手没得玩了 对手没得玩了 就这一个深渊领主 你看已经是 90攻了 不是80攻 90攻了 因为到六了 90攻的深渊领主 敌K呢 也开了个大招 那这样对手出差 都一样 这边呢看一下 末日守卫降临 一个残废 一脚地板 一下火雨 把伤机能用完就行了 这波呢 领瓜也在外围慢慢拆 直接冲进去打就是了呀 邪狂了一家 这深渊领主 真的是没人打得动他 来了又来了 他又来了 深渊说我来输出了啊 我已经打了两万六了 这次MK 哎呦 避难回去也没用啊 避难要加圣光的 深渊的没有上 蜘蛛先扛上去 这边的 这波农民 完了完了 农民真的是三刀啊 就你们看到了 真三刀 扛不住的 这样子的话 现在对于 领瓜瓜来讲 深渊领主就在对手家里 不走了 你看 这么嚣张的深渊领主 谁见过啊 这一个人扛在对手家里 就不走 那DK的远远的给一发C 哎 这深渊领主小心 把魔法护盾没了 无所谓 再按打 这时候呢 深渊扛不住 领瓜呢 选择回城 哎呦 这深渊小心了 还能走出去 那瓜瓜这波走了 撤了 对手如是重负 但是 打不了了呀 就怎么打 三刀身领主 现在呢 78攻 刚刚90攻的 25% 加12攻 差不多 现在78 100攻 90攻嘛 现在78攻 那这样子 对手现在失救的数量呢 还是挺多的 但是打不了啊 这波被往下来就没了 往下来就是属于深渊领主的盘中餐了 走不掉 这边的DK过来 买团补买无敌 有就买 群防也买一下 这时候呢 对手主动进攻领瓜的分框 这你没事去惹领瓜瓜干啥 这瓜瓜不来找你已经不错了 你去惹他 哎呀 那这波往下来 是因为不用管了 只管一地板就是了呀 打到谁就是谁 反正走位也走不了 这这这在里面怎么走 这样后面这只屎就比较郁闷了 这被分裂攻击打死的 哎呦 这这这这 这个位置 再往下来 再往下来 完了呀 这波是就要死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后面两只屎就全没了 完了 深渊领主到期了 这样对人族来说 没得完没得完 这怎么打 这深渊领主太狠了呀 这一个水人也就几刀解决了 这骑士能干啥呢 反猫防护队没加 MK有垂就垂呀 MK都忘了 忘了给锤了 那枪只能满地图跑 跑能跑哪去呢 跑不了的呀 七级DK 七级深渊 只要领瓜瓜愿意 我感觉他这个深渊领主 还能打下去 已经打了34000的伤害了 对手呢 升了三攻的骑士 三攻的石灸 等都没啥用 因为领瓜的攻击更高 对手根本就站不住 这就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了 那这里呢看一下 七级深渊领主继续扛上去 这波农民啊 这波农民啊恐惧好叫一来 MK小心了 MK你不要站在这儿 大法说你不要站这里啊 站这里我也受伤害了 不要站这里 垂住深渊领主 这边DK给一加C 反魔法药机一加 随便打 随便打 这波农民啊哭了呀 大哥你别站这儿 你站这儿 我被分裂攻击打死了 哎呀 这深渊领主马上四万伤害了 哇 帕拉丁 被分裂攻击打死了 这边骑士也没了 哎呀 MK避难在这儿 也要被点死 这个七级深渊领主 一个人打输出了 那这样MK也没了 对手只能大追击 我们攻下零瓜瓜 也是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啊 一个接近四万公斤的 一个输出的一个深渊领主 确实这场比赛 打得够爽啊 那也是感谢兄弟们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小凡解说的 也是可以给小凡点个关注 点个赞 在这边的小凡也是感谢一下大家 那最后跟大家说一声 再见